地图告诉你的是世界 但地图没有告诉你的 才是真正的世界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微轻地图真的这么强 为什么有些地方你永远看不到 而且不管你切换哪个地图的APP 都没用 Google 苹果 币印 甚至本国地图 它们在某些地点上的处理方式 都异常的一致 有些地方乍一看像是加载失败 但只要你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 那不是自然的模糊 而是非常整齐 非常干净的模糊 像是有人拿着工具 把那回区域压了过去 你现在打开Google地图可能会发现 诶 这些地方好像已经变清晰了 这是因为Google这两年一直在更新图层 但只要你把时间轴拉回到五年前 十年前 你就会发现这些地方 曾经真的被躲得乱七八糟 什么也看不清 更诡异的是 有些地点看起来并不重要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哪些地方被地图悄悄地隐藏了 而你又在被谁决定了 能看到什么 你可能以为卫星地图就是把卫星拍下来的照片贴上去 你看到的就是它真实的样子 但其实卫星地图从诞生起的那一刻就不是原片 全球所有的主流地图服务 包括Google B1 苹果 甚至各国官方的卫星图 都会对特定的地点进行模糊 涂黑 替换的处理 我们以为那是真实的世界 但有些地方从来没有被允许看清过 而这些处理过的区域 就是这一期要讲的内容 我们先从最容易理解的地方开始 军事基地 比如最有名的美国内华达州的51区 在卫星地图上 无论你怎么放大 建筑的阴影被压平 细节被处理得非常刻意 因为那里是美国最核心的技术实验基地 隐形航空 无人机原型 以及一些从未公开的计划 地图不是拍不到 而是不准你拍清楚 而且不仅美国是这样 荷兰皇家宫殿 韩国青瓦台 以色列所有的关键设施 也都开启了自动模糊 但这些都还能理解 但下一类才是真正让人想不通的 那些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却被擦得比军事区还干净 这一类地方最离谱 你看到的是荒野 草地 冰原 但放大之后 它会变成一整块黑洞 或者反复使用的贴图 就像是用修图软件复制粘贴出来的 比如格陵兰岛的黑色巨洞 你放大10次 它还是纯黑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无法拍摄 但它旁边几十公里外的岩石 连纹路都能看得清 那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地方不行 俄罗斯的北极地带 大片区域被粗暴地模糊 像是有人直接用涂抹攻击盖了过去 地理学家也看不懂 那里没有军事 没有城市 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 那为什么又需要遮挡 更诡异的是 不同国家的地图服务 对同一地点的模糊方式 竟然完全一样 这就很难解释成巧合了 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另一类被处理过的地方 这类地方更直接 不是模糊 而是让整个画面被替换掉 再来看看全球各大的数据中心 你看到的是大片森林 但真实情况是 高墙 工业管道 冷却塔 服务器机房 但地图里完全看不到 任何建筑的阴影和边缘 为什么 因为科技公司不想公开 它们的真实规模和位置 这类地方的处理方式非常的统一 没有阴影 没有细节 连颜色都假的离谱 但这些还能找到理由 但下一类完全解释不了 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 它既不是军事区 也不是科技设施 甚至没有战略价值 但它们在地图上 直接变成一块白板 没有标注 没有名字 没有地形 甚至没有边缘 比如澳大利亚沙漠的白色方块 那是一块纯白色矩形 几十年了 从未加载成功过一次 日本海域的消失岛屿 它们真实存在 但是在地图上直接被抹掉 连海岸线都看不到 这些地方的共同点是 没有任何官方解释 而所有地图服务商的回复 都是不便透露 这就让人更想问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直以为卫星地图 是世界的真实镜像 但现在上面这些例子 告诉我们 你看到的地图 只是供应版 什么能看 什么不能看 不是技术决定的 而是被人决定的 而这也带来了 一个更大的问题 如果地图是被编辑过的 那我们看到的世界 到底还有多少是真实的 avotail 我摔了 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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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